好 因為政治背景被質疑 賴靜林剛剛宣布 辭去銀報能源的董事長 是不是李退之 賴靜林宣布辭去董事長 李退之宣布辭去獨立董事 所以相繼 李退之跟賴靜林都宣布辭掉 賴靜林還發表了四個聲明 有四大聲明 第一個說指控要依據 反核是他的職制 然後還是推動 將來還是要推動綠能 另外雲豹公司是依法規上市的公司 好 那麼到底怎麼看 能源 綠能 核能 有人講說廢了核能 不用核能以後反而變成 讓搞綠能的大賺齊錢等等 到底怎樣 鳳馨 我覺得這一次 其實雲豹事件 我們真正看到的是 整個新潮流派系 在綠能這件事情上面 大賺齊錢的事情 請問一下 走了一個賴靜林 那接下來是誰來接這個董事長 那麼因為整個 因為雲豹會掀起民眾的 那一個憤怒的原因 當然起八點是因為賴平雲 他去攻擊核四重啟個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才引爆了大家去 看雲豹這個燈源這件事情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這並不是什麼國民黨 民眾黨 特別挑起來的話題 其實它是PTT的話題 而且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過去這兩三年的時間 我三不五時就可以在PTT上面 看到有人在報雲豹的料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最近才冒出來的話題 有人一直在盯著 因為除了雲豹之外 又有人在盯風力發電 這裡面它牽涉到的方法都一樣 我先去利用政治的關係 我取得政府的標案 然後我不但在地方上面 我可以圈地 同時我還可以在中央的部分 台電可以保證收購的價錢 來跟我簽約 所以我的收購價這件事情的獲利 是不是今年 比如說台積電賣晶片對不對 芯片 它賣的方式就是一手成交對不對 就是我一手交會 一手收錢 我賺的就是這一筆 毛利率五成 毛利率四成 這就是它賺到的錢 可是這種新率都不是如此 我一千二十年 這二十年 我未來的二十年的獲利 通通有保障了 因為有這一種類似期貨一般的 這種長期的一個合約 所以我可以轉賣 所以我的成本就變很低 我的成本就好像我們今天 買了房地產只付自備款 如果它漲了一倍 那你只有賺一倍嗎 No 你可能賺的是十倍 因為我的自備款很低 然後我如果漲一倍的話 假設一千萬變成兩千萬 那我是賺一千萬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的自備款 可能只有一百萬 我賺那一千萬是賺十倍 並不是只賺一倍 那雲爆的操作有很多地方 類似如此 不是只有雲爆 很多光電 為什麼大家趨勢若乎就是如此 它不需要等二十年 它就這裡面 為什麼要成立這麼多的公司 在同一個 這一個辦公地的大樓這邊 原因很簡單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我就一個案子一家公司 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案子所負責的這家公司 要把這個合約賣掉 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那我就不用去維持二十年 我這樣子我就短期之內 就可以獲利 然後再去標下一個案子 反正我前面平的是政治人脈關係 後面是長期合約 然後在最後 我其實要操作轉賣 賺大錢 那坦白說 賴靜林他並不是一個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尖銳的人 他不是 其實他不是 他過去雖然是公運出身 但他並不是一個尖銳的人 他也不是一個囂張跋扈的人 其實他真的都不是 從某個角度來講 他帶人也算是溫和的 但是我覺得他真正的意涵是 他是派系代表 他是派系放心 因為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很 就是很尖巧的人 所以派系對他很放心 讓他來管這件事情 他不會一個人獨吞 然後派系該分的都可以分得到 所以我覺得他扮演的角色是如此 今天覺得說 這件事情會傷害到賴清德 這個新潮流最重要的 這個少族的競選 那請辭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關係 反正派系會幫他安排後續的工作 他的每一個工作 請問哪一個不是派系安排的 所以對他來講 請辭斷尾求生一點都不痛 但是對台灣來說 我們其實才真的要去問說 為什麼綠能這件事情 可以變成賺大錢的一個聲音 前幾天在網路上面有一個討論 非常的有意思 就討論到說 台灣除了半導體吃勞本之外 因為我們這是三十幾年前開始建立的 除了半導體吃勞本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新的產業 網路上的回應 很棒這樣子 只有兩個產業 是賺大錢的 一個是綠能 一個是詐騙 很諷刺 我要先說 剛剛讓鳳欣姐講到 這個燈壽二十年的問題 這燈壽二十年的問題 基本上是來自於再生燈發展條例 再生燈發展條例的通過的時間 是2010年 所以所有的綠能 而且這個再生燈發展條例的這個做法 並不是只有台灣這樣做 其實在歐洲的幾個國家 這個做法 盾售制度的二十年的盾售 是跟歐洲的國家來學習的這個做法 這不是民進黨自己說 我執政以後我才來這樣做 不是這樣子 而且2010年的時間 當時民進黨只有二十幾席而已 這跟那個 這個好像不是講得好像是民進黨的特權一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說的事情是 剛剛在講到 其實在講到是SPV的事情 簡單來說 就是會有一家能源公司 下面會有一個暗場 就是透過一個叫特殊墓地的公司 去擁有一個暗場這件事情 我必須說 這件事情也不是台灣獨有的事情 其實國際的再生能源廠商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如果不這樣做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通過董事會跟股東的 這個做法 當然是因為它在取得資金 包括股權上面處理的 一些做法上面發展出來的樣態 但我要必須說的事情是很簡單 也因為我知道大家會對這個做法 其實會有覺得說 那這是不是會有一些投機炒作的狀況 所以這是為什麼其實能源廠商 他要透過電業法跟電業相關的法規 來去做相關的監管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但我要說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 SPV 我們說森薇 森薇是誰的 郭台強的 郭台銘的弟弟 現在也支持侯友誼 森薇下面有幾家SPV 也是一樣超過10家 在再生能源的廠商下 一樣都是會用一個子公司 而且但是基本上是百分百持股的子公司 來去擁有一個暗場 這件事情是幾乎是常態 是一樣是常態 這是一個專業上面的嘗試的問題 也不是只有台灣這樣做 國際上的能源廠商都是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是說 當然你可以對國際的做法可以批評 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覺得不用講的好像 這是一個奇怪的樣態 不然我們來講一個事情 如果侯友誼或柯文哲當選 假如侯友誼或柯文哲當選 敢不敢禁止 以後的再生能源廠商 不可以用SPV的方式 來掌握個別的暗場 我又補充一句 這確實是國際常見的一種樣態 但問題是轉讓股權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面原則上是禁止的 不是禁止的 但是在台灣 其實它就變成了普遍的常態 關鍵點不是在於 在國際上也不是禁止的 關鍵在於那個轉換合約 這件事情的管控的問題 這不是禁止的 不是 台灣太平凡了 原始都賣掉了 離岸風電是規定不可以轉讓的 到最後都是被迫的要去轉讓 因為銀行撐不下去 這點請你相信一些專業 然後在後面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前面 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 你不見得看到他過去有專業 他都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有政治觀 這才是台灣所獨有的 我只問兩件事 賴靜寧是不是新潮流的 賴靜寧的女兒 是不是叫賴平瑜 再當立法委員 結束了 問他為什麼是賴靜寧 我再講一個例子好不好 馬英九他都借他的大監 馬以南 也不過是一個公司的員工而已 只因為他的公司跟政府有 跟市政府 跟市政府 對 馬上就不行了 還被罰 重罰 利益迴避有沒有注意到 而且馬以南因此就真的 完全退休了 從此就變失業一族 而且那時候周美清也辭職 也是 周美清也是辭掉工作 那我要跟大家講 當然跟民進黨苛求到 周美清標準 馬英九標準 那也是 也不必了 民進黨不要貪污就好了 可是我回頭講 就像今天賴平瑜講說 我爸曾拿1%股份 那我只問他爸只拿1%股份 當董事長 人家屠他爸的是什麼 不要再裝了 黨政關係雄厚 因為設計這麼大的利益 蔡英文要什麼綠能 你搞到底下整個所謂的農田 開始滴地利可以解放出來 開始做光電 餘溫可以開始做光電 風電廠開始做 很多東西當然國家也許所需 可是當你開出這麼多的空間的時候 這麼多的政治上的一些協調 那又是你新潮流拿下去 所以大家不爽是這件事 對不對 我只有小小的補充 洪委員不需要去解釋 立法的意志各方面 因為台灣有太多立法的意志 都很好 我是很大的受害者 就是我整天被趙先念 當年NCC的立法意志多好 我們學美國FCC 然後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堅持各種獨立原則 結果被民進黨一上台以後 他哪裡管你那些原則 他什麼都不管 照樣中天的這個牌照 說拿掉就拿掉 而且一路官司都打輸 也仍然堅持在這裡 所以法律原則 其實只能夠規範一個 有良心的一個政治環境 可是當你實際執行跟操作者 是良心都不要 他別有所圖的時候 你在國外可行的政策 在台灣就變得不可行了 NCC我真的保證 當年就是完全比照美國的FCC 為什麼美國的FCC到現在沒有垮 然後台灣的NCC被所有的 大部分民眾稱為髒CC 然後我再講一遍 打什麼官司都一直輸 就是因為執行者有問題嗎 羅志強剛才講得非常好一點 就是說今天這件事情 為什麼在新潮流下面 會出大事 因為新潮流他先利用 他執政的縣市 因為你綠能 你需要種綠電 批地通通都在地方全線 你離岸封電的要轉 你立法院要是很大的派系 才能夠去護航台電方面 去護航部分 所以新潮流利用他的政治力量 然後推出一個 剛才在鳳新口中 我也認識賴靖玲 我也覺得他很無害 當時我也覺得說 他在民進黨中算是可以交朋友的 一個立法委員 可是就是因為他聽派系的指令 沒有自己的力量 可是他現在就是推出一個 不適任的立法委員 他的女兒 所以這件事情才會引發這麼嚴重 如果不是因為他女兒 他大概也不會辭職 對 但是真正的核心的問題 就是新潮流利用政治 在地方政治跟中央可以痛制 台電 那天誰講 台電的幾個關鍵位置 也是被新潮流塞人去 以後他就可以在裡面上下其手 關鍵在這裡 基本上是這樣 一趴 兩趴股份就不重要了 就是一般我們講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可是當董事長 現在看起來賴靜靜 就是像派系代表 派系法人的代表去 我隨時換了 換了一個新的 下面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來觀察一下 看還是不是新潮流推薦的 休息一下再會 好 郭台銘因為上禮拜說了 他要坐下來喝咖啡 所以要合作了 所以李乾隆 國民黨前民事長 就是說郭台銘出爾反爾 你現在談合作不會有好結果了 當然也不是說不行了 我也講過如果說郭台銘說 我以道具為重 那我呢 我不參選了 我就支持侯友宜跟柯文哲 然後看大家怎麼合作 這沒問題 大家可以坐下來喝 但是郭台銘不是這樣 郭台銘是三隻小豬 老大老二都垮了 像我是第三個 我的房子比較健康 就是靠我才能夠把大野狼趕走 那兩個人怎麼會來跟你喝咖啡 就是說你並不是要成就那兩個人 你就是讓那兩個成就你 就變成這樣 所以為什麼對合作 不會有好的結果了 因為他才邀了柯文哲和柯咖啡 又批評兩個人不團結 郭台銘澄清說 我沒有批評他們 我沒有批評他們 那傅文哲說 因為是三隻小豬 說豬頭三兄弟 就會保送大野狼賴清德 這已經不是三隻小豬 是三個豬頭 豬頭三兄弟 另外郭台銘在板橋廟口開講 被問說你是不是三隻小豬 你的豬都有怎麼整合 郭台銘說不能止牙子嘴硬 就這些人不能死牙子嘴硬 被問說怎麼整合 整合的話是不是說你選總統 你當副總統 然後郭台銘你要不要當立法院長 郭台銘就說了 有人說我要交換當立法院長 我認為我又不是來當官的 我要幫大家服務的 當什麼立法院長 好 那麼另外郭台銘有說了 說板橋大姐要我出來 所以他就問我說 當時朱立倫上次選舉的時候 不是也說 說板橋有 阿嬤要他出來 所以淡水阿嬤 所以說搞半天認為 郭台銘是學朱立倫當時的講 講法都有阿嬤鼓勵他出來等等 郭台銘現在要他們辯論 要不然來喝咖啡 要不然就來辯論 那賀魯瑜說我會找時間再拜會他 還是希望能夠團結 我已經大家在外面等了三次 三次到他家來拜訪 都沒有被接見 所以我還會再去 我們看一下 郭台銘加油 郭台銘加油 就像你選總統廟口開獎活動 郭台銘也沉浸在這熱烈氛圍之中 有老大姐就跟阿公 他說阿明 你就要出來 我希望替大家擔心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郭董前幾天舉一個比喻 就是三隻小豬 郭董這邊有沒有什麼方法跟時辰 去整合這些你的其他的豬隊友們 如果大家不能合作 現在大家說 CAR在那裡水八 大家說 叫我換你 你來做立法院長 我說我就不是要來做官 是不是真的還在記仇 面對民眾丟出來的直球 郭台銘說立法院長我不做 但兩年前明明才要客喉喝咖啡 談合作 怎麼會時隔兩天又埋怨兩人 只會內鬥 我沒有批業 我是說 主人民大聯盟的目的就要團結 都會團結 我也會找時間再次跟門去請願 我想這個講到市場的阿嬤 我現在在台南每天在走市場 很多阿嬤也支持我 那我想這個參選不需要一定要以這個為理由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整合 的確是從上到下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尤其是基層很多焦慮 甚至還有很多國外的人 我聽到消息說 如果誰誰誰出來選 那乾脆不要飛回來投票 因為那個飛回來不只投票 還加機票 那機票很貴 所以他們考慮到說 如果你們今天一定要這樣搞的話 那我們海外的心也冷了 那我們也不用買機票回來 花了這麼多的錢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老實說是非常的焦慮 那整合有兩種 一種整合叫自上而下 一種整合是自下而上 那你整合自上而下 現在就希望說幾個候選人 到底能夠怎麼樣子來整合 但是你現在不管傳出來 各種消息都是不可能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的這種狀況 我說國民黨事實上也 過去我們幾次在所謂的整合 其實我們已經好幾次 面臨這樣的問題 整合從來都不成功 到最後其實都靠選民來做決定 那氣保其實也不是任何人控制的 到最後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 那你說這個選到最後 自下而上會怎麼來做 我覺得到最後這一次可以說是 我覺得就現在這種民調來看 第一名的候選人 小時候胖不是胖 最後贏的機會其實不大 第二名的機會是最大 而國民黨現在就是要怎麼樣子 突破這個黃金交叉 站穩第二名就是他未來選舉的 一個最主要的策略 說實在的 如果郭台銘董事長 他不是在整個經營企業上 有這麼高的世界聲望 而且他確實在捐給台灣 這個BNT疫苗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感念他 如果我們單純只把他用一般的政治人物 來進行評價的話 我認為他現在的反反覆覆的作為 他得到的整個批評 還有大家覺得難以忍受的情況 大概會比現在嚴重100倍 因為說實在的政治不是這樣玩的 我非常認同剛才主持人 在這段開場講的一段話 如果郭台銘董事長 還有這樣的精神霸氣 覺得說他要救台灣 所以他要出來進行整合者 很簡單 他就是說明我不選 只有他不選 他才有可能促進在野整合 而且他不但不選 他也不需要去跟人解釋說 我沒有要當官 我沒有要換立法院長什麼等等 那你認為立法院長是官 那你要選總統不是官嗎 總統比立法院長權力要大多少倍 對不對 我們大家整天在談 誰不知道呢 換句話說就是說 你如果是一心未功 你如果真的不是要求 要有一個什麼樣子的位置 很簡單 你就說我都不要 我的目的就是我促成整個 反對民進黨這樣糟糕 執政的一個聯盟 那我願意做一切的穿針以線的工作 來把這個聯盟組成 然後能夠一舉擊敗民進黨 那只有他不選的前提下 但問題是他今天搞過來又搞過去 民調也不斷的顯示出來 他其實是在末端的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又要一直的來攻擊別人 然後又要一直講這個講那個 好像你自己還站在一個最高點的時候 說實在的這個在政治邏輯上是不通的 來 放晉 我覺得郭台銘的反反覆覆是 你看到最近他邀請喝咖啡 所有跟他認識的人都覺得 喝這個咖啡恐怕沒有什麼好下場 趙先寧的評論也很經典 李乾榮的評論也很經典 柯文哲的態度也反映了 我覺得他在跟柯文哲 從四年前一直到現在 幾次的反反覆覆 讓他已經無法忍受 這是郭台銘他在性格上面的缺失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我最近感受是非常的深刻 因為我覺得201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有很多的衝動 我都還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他一股腦的 對政治這樣的狂熱 然後投入進來 然後他的情緒控管 其實過去在商業界 他情緒控管本來就是有問題的 這個我本來就知道的 所以他情緒控管的不好 總該學習到教訓了吧 所以這一次一開始的時候 我以為他學到了教訓 至少會修改這部分的性格 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情況剛剛好相反 就是他的情緒控管跟他的反覆問題 變得更加的嚴重 對喝咖啡然後整合 我覺得是很多藍營支持者 或者白營支持者 心目中共同的一個看法 但為什麼郭台銘說出來了之後 大家就要打一個疑問 因為不知道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你要喝了個咖啡就規定說 柯文哲跟侯友 你們都得退讓我來選 就你只有這個目的的話 那這個喝咖啡不會有好結果 所以我這邊具體的來說 我覺得其實對郭台銘 他如果真心是為台灣土地好 他如果真心是為人民服務的話 他其實已經錯失了 去當王者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他已經失去這個機會了 他只剩下兩個選擇 Kingmaker或是搗蛋者 他如果當搗蛋者 那也沒有什麼好談的 就是你就是這樣反反覆覆 一直糾纏到最後 然後讓很多的騎強派 通通都離開了在野黨 然後導向了賴清德 然後保送賴清德當選 或者其實他現在最好的角色 反而是Kingmaker 他如果今天說 我要請侯友宜跟柯文哲 來喝咖啡 我宣布我絕對不選總統 而我願意坐下來 然後請兩位 我們談出一個好的方法 只要我們能夠找出最強的人 我在最後關頭 我就挺他們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 當他做這樣的宣布 我跟你講大家定心完了 因為到最後你侯友宜 只要到哪一邊 那一邊 他就一定成為在野黨當中 最大的受益者 最強的候選人 所有的這一些非執政黨的票 就會灌到那個候選人身上 可能是柯 可能是猴 可能是猴 可能是柯 都可以 但郭泰銘 他如果下定決心做這件事情 他的地位就不一樣了 訊息一下再回來 好 郭泰銘說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夾殺 你們這兩個 兩隻豬 三隻小豬 兩隻小豬夾殺我 柯文哲就說我哪有夾殺你呢 你每天講的都不一樣 你先解決跟國民黨的恩怨 再來講我 你跟國民黨到底怎樣 你們先解決那個 另外柯文哲說 郭柯佩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跟謝典玲密會 郭台銘說 什麼不可能 四十五者為俊傑 因為你會贏 郭台銘說 柯文哲腦筋很清楚 他要選到底 而且會贏的話 他就會選到底 你真的會贏嗎 你如果不會贏 你真的要選到底嗎 還是四十五者為俊傑 來跟我合作吧 就這個意思 所以郭台銘講這話 也是覺得自信滿滿 另外要柯文哲 四十五者為俊傑 郭台銘說 你選得贏 我就不逼你 我就要逼你 就是因為你選不贏 所以郭台銘看起來 還在逼 還在逼郭文哲 謝典玲說 柯文哲跟謝典玲談 談到郭台銘 臉就臭了 柯文哲一談到郭台銘 就臭臉了 來 佑長 其實對於民眾黨的支持者 這幾天在網路上 就看到大家非常的無奈 因為其實民眾黨 在台灣現在就是第三大政黨 然後我們從2019年 打過上一次的不分區立委 得到158萬票 也有五位不分區立委 在裡面表現 這一次就是柯文哲是 他是這一次所有四組 目前如果講四組候選 他是唯一一個 第一時間就出來宣布 而且也參選的決心也講得很清楚 只是沒有想到說 這國民黨的家務是 受到紅台會 以下說要跟我們喝咖啡 以下又說我們這個是 他其中一隻小豬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而言 民眾黨支持者 大家是物理看話 越看越不知道郭董 到底現在是想怎麼樣 如果以我的角度 我也很贊成孟希姐剛剛說的 如果今天真的要和 今天應該要用你一切的 盡可能的力量來做一個整合 畢竟是有一些價值 如果你有一些議題 上面你真的應該拿出誠意 而不是不到24小時要喝咖啡 24小時又說 我們這個都是在夾殺他 這確實會讓白軍或者是 包括其實沒有任何政黨屬性的 不管是年輕人還是長輩 對於郭台銘 這樣的人設是越看越崩壞 越看越覺得模糊 還是這樣講 我還是贊成說 其實柯文哲一直來的主張都是 朋友要多 敵人要少 既然我們有拿到門票 我們現在也的確是 最有接近 能夠超越賴清德的候選人 還是就是盡可能一切的力量 那也希望說如果有機會 要談內容是什麼 機制有沒有 最重要的是 那個信任的程度要有 我們還是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這一切 志祥 我想我跟以信 都是正在選舉的人 我們都算是人形立牌 然後最精確的水溫機跟民調器 因為我每天都面對選民 我每天在走直到遇到選民 我跟你講我真的感到 三階段的溫度不同 我要好好提醒大家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階段拳戴會前 我感受到溫度是怎麼樣 只有挺郭跟挺柯的會講話 挺喉的不講話 隱姓不講話 拳戴會後好很多 挺喉的開始願意講話 我聽到很多人支持侯友知侯友 但現在我跟大家講 我走在路上 我已經沒有聽到挺的聲音 要嘛就罵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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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聽到罵的聲音 我只聽到不挺的聲音 我只聽到憤怒的聲音 我聽到無奈的聲音 聽到放棄的聲音 短短這樣子兩個月而已 對不對 拳戴會前一個風景 拳戴會後一個風景 最近是另外一個新的風景 這個風景 如果你今天搭配 最近出來幾個民調 你就可以看出端倪 端倪在哪裡 端倪在抱歉 你看賴清德往上走 為什麼 選民失去耐心了 覺得你們這樣子對不對 大家弄來弄去 弄到最後 我看網路上一句話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支持誰 這是我覺得 我自己在走大安區 我這很深刻的一個感受 我是一直認為 就是說 好啦 人想要當總統 尊重你的夢想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我也看不出各位在走向 要當總統這條路 對不對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較正常的做法是什麼 你既然都要當總統 你就把自己做得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把自己做得 這個非常正面陽光的 然後就監督賴清德 努力監督賴清德 可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不是 我現在發現 你會發現 在前面的時候 為什麼挺的 都是講挺 比較不是講不挺 對不對 那我覺得因為 大家都還蠻努力 在監督賴清德的 監督民進黨 可是現在為什麼 你開始轉向說 已經不是在講說 我挺誰 我挺誰 我今天說真的 我今天路上遇到選民 我就真的遇到 有一個罵 比如說罵張三 另外一個替他跳下去 罵李氏 下一個跳出來罵王武 就直接在我面前吵架了 叫我們候選怎麼辦 我看三個人吵枕一段 吵架他整個 我會來勸勸大家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也只能打原場 所以我看到今天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看到其實是個亂局 只是真的溫度計 要把我的看到的溫度講出 開心 我想現在這個地方上的選舉 不管是小雞都在打仗 但是母雞卻看到非常的亂 他剛才所說的這個狀況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選區非常多 很多攤商的老闆握著我的手 跟我講話說到底現在怎麼辦 你們到底這樣子可不可以 我說其實現在對我們而言 老實說我們並沒有太多的 一個選擇 對國民黨而言只有進沒有退 現在我剛剛說 今天不管是柯文哲還是郭台銘 我感覺到他們好像都在玩 德州撲克 玩撲克牌 自己一張底牌蓋在那邊不可翻 然後之後就看你外面牌怎麼發 然後之後開始再叫牌 我覺得選總統不是玩不可牌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面對 今天你要誠心誠意的 底牌在什麼地方 其實就應該要把它 拿出來給人民看 這種蓋牌 然後不鏽底牌 然後要玩到最後 其實是玩死大家共同的未來 是玩死所有人共同的希望 我覺得這樣不好 對 我覺得現在選民是焦慮的 而且是憤怒的 然後可是我們看到在檯面上 喊話要團結的人 每個心裡頭都有一個 你們團結在我身上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郭台銘是這樣子 傅崑奇又何嘗不是如此 就是當你在喊話的時候 內心裡頭其實充滿了四星 你真的以為選民看不出來嗎 你真的以為選民都無感嗎 然後這個時候你去談的整合 我要告訴各位這個時候談的整合 大家只覺得是權力交換而已 什麼這樣 你給他這個位置就好 他就給你整合 我拜託大家 如果你真心是要為選民服務 真的是要為民眾服務的話 你怎麼會用這種 就是說給他當行政院長就好了 給他當立法院長 然後而且這個非常的不疲憊的 這樣然後去放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本來坦白說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單純的 就是說所謂的單純 就是國民黨一個民眾黨一個 然後大家在立法委員的提名上面 沒有真正的談判 但是有一定的默契 我覺得民眾黨反正就是要提名 十個區域立法委員 否則的話他不能夠提名部分區 那這十個地區 他有跟國民黨之間有默契 國民黨也很清楚的知道 哪一些是民眾黨勢在必得 可能只有一兩個 那禮讓給民眾黨 那有哪一些是國民黨 剛好跟民進黨五五波 民眾黨絕對不碰這些選區 不要讓國民黨的候選人 因此而落選 用立法委員之間的提名默契 去累積到12月的時候 有一個共同整合的契機 但我必須說現在 這就是我說的 就是郭台銘必須要去選擇 你是要當troublemaker 還是要當kingmaker 都在你身上 郭台銘的柯文哲到底怎麼對話 我們看看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陣營 也三不五時就來遊說整合 逼得柯文哲不得不亮牌 郭柯佩也是不可能的 柯市長腦筋很清楚 他自己要選到底 他會贏的話 那他就選到底 我們不會逼他 只是說大家要 事實物者為俊傑 會攤牌 傳是因為郭靖營不放棄整合 各路人馬都在扮演說客 不僅突然出現 柯文哲的地方參序 找機會說要合作 會提怎麼配 還一副非怎樣不可的樣子 剛開始柯文哲還會笑笑聽聽 但次數實在太頻繁 也讓柯文哲不開心 只好說清楚底線 來遊說的人 聽得反而改口 說自己是來打探情況 如果無法合作 也不會繼續挺郭台銘 我們會按照自己既定的步伐 來打這場選戰 也期盼外界 理性地判斷這些流言蜚語 隨著郭台銘不斷出招 被指借機哄台自我聲勢 兩陣營互相拉扯 沒信任基礎 要攜手 彈劾容易 是不是要找回來 柔誠 看起來郭台銘的意思是說 你柯文哲反正選不上 你到時候非要來跟我合作不可 你說會贏的話 你就會選下去了 但坦白說會不會贏 不是郭董決定的 沒有一個人今天進到這場賽場 是認為自己會輸的 何況柯文哲是一開始就決定 要來參加這場比賽 為了這場比賽 已經從2019年準備到現在 還有八年的執政經驗 五個不分區 去年我們的地方選舉 也算選得有聲有色 所以坦白說 今天聽到郭台銘這樣子在講 就是四個字 有一點對我們在做情緒勒索 這是對民眾黨的支持者 感受會有點情緒勒索 但是還是回到剛剛 選戰的過程本來朋友要多 敵人要少 而且我們的第一目標是執政 未來柯文哲執政 也可能需要郭董 也需要借助各黨派的優秀人 才來幫忙 所以民眾黨的立場還是一樣 走自己的路 郭董的就大家看看就好 郭董委員 坦白說從一個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在野陣營可以搞到這樣 其實我覺得也滿奇葩的 你沒有笑著在講 我其實沒有笑著在講 可是我必須說一件事情 我認為其實在這段時間 一直覺得這個選戰 其實就是說 靠下降民進黨這個口號 或者是說 這個到底是戰爭與和平 坦白說 我覺得今天走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一個事情 因為就是一個下降民進黨的口號 大家覺得下降民進黨我來 第二名就可以下降 所以大家的概念是搶第二名 所以我自己認為是說 這也代表的事情是這段時間 當然如果只是口號 只是下降民進黨的話 這其實某部分也是民進黨中心主義 其實是繞著你民進黨為中心 去做各種的佈局 我自己認為 這個其實是為什麼現在在野陣營 會弄到這個局面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沒講出一個 你到底執政以後你要做什麼 是你可以號召大家仇恨民進黨 或討厭民進黨的情緒 可是你們看起來 這些三個候選人表現也不咋樣 也沒有看起來能夠執政 就一定能夠比民進黨好 不管是格局 不管是能力 不管是政見 我覺得這就是這一路以來的結果 陸屏 就這個部分我是滿認同 洪委員的看法 我覺得就是說第一個 國民黨做得還不夠好 也做得不夠多 當時大家認為侯友宜的部分 這個步驟過分緩慢 我覺得這也是必須說 也是導致這個亂局的一個 原因之一 可是它的佔比並不很高 因為台灣的媒體 是一個非常潛諜型的媒體效應 所以出來鬧事的 講狠話的 講那種大家莫名其妙 翻來覆去聽不懂話的人 或者是說今天講一套明天講一套 然後現在跟你講馬上就翻臉的 他往往能夠佔據很大的聲量跟版面 所以大家不得已就被繞去說 我們只好集中討論他的問題 所以這裡頭除了主要政黨候選人 自己必須要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把步驟更穩健的走下去 我覺得我們確實也有一個 比較潛諜化的媒體環境 但是我真的覺得的關鍵是 其實大概就是這幾天 可能就是從現在到9月之中 我認為對郭台銘董事長 一定要給自己一個很深刻的靈魂拷問 就是你今天到底所謂何來 是你個人因為希望你做了 成功企業家之後你要華麗轉身 你非要證明你也可以變成一個 很好的政治人物 還是說你真的為了大局 為了中華民國的前提好 如果你背後還是你的信念的話 你希望你現在懸崖勒馬 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我們把另外一個 今天一個震撼性的消息 新黨侯漢廷宣佈參選 士林北投的立委 現在變成士林北投又撒卡都了 傳出來說 柯文哲是支持侯漢廷的 黃建營說民眾黨支持者 自主意識強 我們不可能說配票 另外士林北投又看起來 又添了變數 黃漢廷為什麼要選 他說我才有辦法下架民進黨 另外張思綱就是國民黨的提名人 說好不好再也這樣競爭 就保送了民進黨 我們看一下 侯漢廷決定參選士林北投第一選區的區域立法委員 今晚國民黨在士林北投立委選區已完成提名 身為泛藍陣營一份子 侯漢廷還是很堅持 在過去以來呢其實國民黨也沒有跟我有任何的一些溝通 我反而只得到了一些網路上帶風向造謠的假訊息 沒被藍陰溝通黃論合作 如今在侯漢廷加入之後 北市第一選區將與藍陰提名的張思綱 挑戰綠營先任立委吳思堯 且以去年的第一選區議員選舉來看 侯漢廷的得票甚至比張思綱還要高 只有我才有辦法真正的代表士林北投的多數民意 來完成下架民進黨 漢廷秀我跟他平常處得還不錯 有的時候跑行長我還順便載他做電車 初選結束之後我就請教過他是否會參選 那時候他就說他不會參選 議員剛選舉結束的時候 時無參選議員 有非常多地方上國民黨的里長 黨公職以及很多的人員 對我不斷地勸勁 這個聲音我們沒有聽到 我會請黨都要進行協調 侯漢廷今天的參選是送給吳思堯一個大禮 吳思堯也有可能是唐德選 議員宣布參選立委 我尊重他也給予祝福 不論是一對一或是多對一 吳思堯以不變應萬變 以不變應萬變 笑看泛藍再分裂 這場到底怎麼回事 吳思堯的開心就是賴清德的開心 就這麼簡單 那漢廷跟施剛都是我好朋友 所以我的結語也很簡單 希望好好坐下來協調 那不要讓吳思堯像賴清德那麼樣的開心 但我還是要回應一下剛剛洪委員 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不是下降民進黨這麼膚淺 我們要政黨輪替 我在馬政府工作過 我就是不要再看到像中天新聞台 這樣的新聞台被關掉 我也不要看到台大的校長 像管中民這樣被卡掉 我也不想再看到雲爆 因為只是新潮流 你就可以吃香喝辣保山保海 我也不想看到兩岸兵凶戰危 我有非常多的不想要 下降民進黨 政黨輪替 絕對有正當性 但現在我也承認 再也很亂 所以讓賴清德笑著看 雄斌 侯漢廷的參選 我覺得當然是很令人驚訝 或許是有一些地方恩怨 不過我是滿認識侯漢廷的 我認為新黨也是可以協調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國民黨第一要務 化解地方恩怨 第二好好的跟新黨坐下來談 我剛剛看到黃靜營的解釋 我覺得好像不像解釋 好像在感覺有一點點這種嘗試 如果說還有其他人跟進的話 反而會擴大了柯文哲的一個 戰略的影響力 我覺得現在要選 剛剛說下架民進黨 當然他自己的手段 但重點的目的是在於 波亂反正和平穩定 我覺得現在不應該要 把選人種當作完撲克 不應該要蓋底牌 一定要盡快讓人民看得到 其實從民進黨的角度 我們大概都很清楚 我們尋求的勝選 不會依賴在黨的分裂 就算在黨不分裂 我們還是會努力的尋求勝選 其實民眾黨的支持者 自主意願很強 所以還是拜託兩位候選人 拿出政策的牛肉 在地好的政策 拿來跟我們說服 其實他們都是有 對 反正好的 因為他選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